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最近,浙江嘉庆的一位63岁的李阿姨 吃了一盘半生不熟的刀剁后 出现了腹泻、呕吐、乏力等的食物中毒的症状 挂了盐水后,直到第三天还没有排尿 医生检查,发现肾功能指标衰竭到了尿毒症期 瘦剁顾名思义就是这种豆子长得像一把刀 刀剁和其他的豆类蔬菜不同 它比较硬,而且还是自带毒性的 所以一般都很少把它炒熟来吃 基本都是用它来腌制吃 刀剁含植物红细胞凝极素 唯一种有毒的糖蛋白 烹调刀剁时,如果只是翻炒片刻或者是翻炒不匀 加热不彻底 刀剁没有熟透,食用后会引起食物中毒 严重的可治死亡 所以在烹调刀剁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加热 多炖煮 加热到100度以上,20-30分钟 就能够将毒素彻底的破坏 再吃就安全了 除了刀剁外,东北油豆,四季豆,扁豆,姜豆等 都含有植物红细胞凝极素 食用之前,我们应该把它充分的煮熟 除了刀剁以外,以下这几种蔬菜也有毒 一,苦护脂 护脂分甜和苦两种 甜味护瓜营养很丰富 护瓜嫩死营养价值高 成熟后它的营养成分会显著的降低 建议嫩食食用 经济水分和维生素矿物质含量较高 而且热量低 因此很受大家的欢迎 在一般的情况下,护瓜是不苦的 是如果生长过程中受到高温干汗污染 过量的农药 或者是瓜藤受伤等的因素影响 护瓜就会通过自我防卫的机制 产生一种苦味的物质 减糖代毒素 凡这种物质的护瓜 入口后会有明显的苦味 食用后会导致中毒 出现上吐下泻 消化道出血 肝肾功能损害等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 由于此类的毒素 加热后也不易被破坏 因此带有苦味的护瓜 就千万不要食用了 护瓜的外表非常的光滑 连一点坑坑洼洼的感觉都没有 用手摸上去很凉滑的感觉 而苦护瓜的表面比较粗糙 用手摸上去有扎手的感觉 表面还会有一点斑点 一样的点点分布在上面 正常鲜嫩的护瓜吃起来不苦 但吃起来带有苦味的护瓜 就千万不要食用了 二 发芽的土豆 土豆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和膳食纤维 对于人体非常的有益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好 因此也很受欢迎 但是如果储存不当会发芽 而发了芽的土豆或者是变轻的绿皮中 含有龙奎剑 食用后会对肠胃粘膜 有较强的刺激性和腐蚀性 对中枢神经有麻痹的作用 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这个时候就不要考虑节约 考虑把发芽的部分剪掉70次 这种毒素会在整个的土豆中扩散 所以应该尽早的扔掉 或者干脆把它种植 三,鲜蚕豆 有的人体内缺少某种酶 食用鲜蚕豆后 会引起扩敏性的溶血综合症 症状为传身乏力、贫血、黄胆、肝肿大 已经呕吐发热等 若不及时的抢救 会因极度的贫血而死亡 四,新鲜的金针菇 新鲜的金针菇中含有秋水仙剑 人食用后容易因氧化而产生有毒的二秋水仙剑 它对胃肠黏膜和呼吸道的黏膜 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会出现咽干、耳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如果大量的食用后 还可能会引起发热 水电解质平衡紊乱 便血、尿血等的严重状况 流水先减易容易水 充分加热后可以被破坏 所以在食用鲜金针菇前 一定要煮熟透才吃 另外金针菇不好消化 老年人还是要应该少吃 五、放置时间过久的南瓜 南瓜是一种养味的食物 不过南瓜长时间的储存以后 不建议大家再来食用 这样的南瓜富含糖分特别高 在储存的过程当中进行无氧交解 满生酒精从而改变南瓜的性质 这种化学变化人们通常难以发现 食用后很容易中毒 表现为头晕、嗜碎、全身乏力等 种者还会危及生命 六、无根豆芽 豆芽是我们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它的过程中吸收了这种毒物 因此这种无根豆芽不宜食用 七、新鲜的黄花菜不宜食用 新鲜的黄花菜不宜食用 否则很容易中毒 市场上新鲜的黄花菜虽然新鲜 但由于新鲜的黄花菜中含有秋水鲜碱 在进入人体后会发生氧化 引起腹痛、腹泻、呕吐等的中毒症状 建议大家在食用新鲜的黄花菜之前 一定要进行妥善的处理 因为秋水鲜碱是一种有毒的物质 食用前我们可以用开水进行超烫 然后再加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就可以去除新鲜黄花菜内的秋水鲜碱 黄花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暖人质以及多种的维生素 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增强记忆力有重要的作用 而黄花菜含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万油炒 可以安神解育、厨房助眠 因此心情郁郁、心烦不眠、神经衰弱的人群 可以常吃 8.绿色的番茄尽量不要吃 绿色的番茄指的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番茄 番茄富含维生素C以及番茄红素 为人体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没有熟透的番茄尽量不要吃 因其当中富含龙葵素 与发芽的土豆一样 对于人体的神经系统会产生一定的麻痹性 对胃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和腐蚀性 如果食物过多容易出现胃痛耳心呕吐 头晕等的中毒症状 因此建议大家最好不要食用这种未成熟的番茄 尤其是不要大量的摄入 未成熟的青色番茄 即使烧熟来吃也可能会有食品的安全风险 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中 不往遇到以上这些食物 我们就要多加的流心 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这做视频不易 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 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